十多年嚴重腰頸痛 腦炎昏迷 兩次中風的病人 一個又一個奇蹟地康復 一個墨管炎病人 患疾令他不良於行 失去工作 更甚地要將病情隱瞞家人 究竟一個萬年驅悔 曾經想過結束生命的他 如何從經落口請療法中 重拾生存曙光呢 悟秀鳳悟醫師 1976年畢業於廣州中醫學院 一生自力發展經落口診療法 二十多年來 治癒的奇難雜症超過二十多種 成功醫治的病人成千上萬 成為眾多環疾病人的救星 我經過這麼多年的臨床 我發現這個療法 除了對萬性病有效之外 他對一些比較重症的 比如說腦癱、中風等等 這些比較嚴重的疾病 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眾多個拯救的病人當中 其中有不少是各大醫院都證實 無藥可救的 黃衛國 墨管炎令雙腳嚴重潰爛 可以行動至於一個人自己覆診 踩單車四圍去 對於今天的阿國來說 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不過在兩年之前 這個絕對是他的一個奢望 阿國原本做裝修工作 1993年因一次工業意外 造硬物壓傷左腿 結果受細菌感染 左腳患上脈管炎 日醫就醫了五年時間 曾經去過廣州各大醫院醫治 吃過不少中西藥 打過不少針 但結果都是一樣 在97年 阿國的病情更有惡化跡象 雙腳悔難 腳趾脫落 體重急劇下降 當時醫生還勸他把左腳切除 日常影響很大 只要走一步路 都很辛苦 基本上走二十多三十步 已經痛到不想動了 工作方面呢 工作方面全部要停 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 亞國一家遁失經濟之處 不過當時最令亞國委屈難受的 就是要將病情隱瞞新婚的太太 結婚的時候 你太太知道你的腳有事嗎 她不知道 因為我不敢將病情告訴她 很多難言之隱 就很難告訴她 每日相對 要將病情完全隱瞞身邊人 的確是談何容易 更何況阿國的病情 還逐漸惡化 走不安坐不落 到了最嚴重的時候 阿國終於都無法再隱瞞下去 最嚴重的時候 你的腳的情況是怎樣 應該是 我的腳是 全部的腳趾都黑了 很多人都聽過那些叫壞死 壞死是皮膚都黑了 已經骨都沒有用了 它未黑的部分是爛的 有些冷水出來 那時候很痛的 壞死那些 壞死那些 黑死那些 腳趾會脫出來 一直壞 一直爛下來 新染環質 缺乏經濟能力 失去自親支持 阿國在苦無辦法之下 曾經想過將寶貴生命了結 就在他人生最走投無路的時候 被他遇到烏醫生和經樂口診療法 命運突然轉變 第一次看 給我一些消炎粉 開了一些中藥 再給我幾個月位 給我一部機器 來治療 治療了 那一晚 治療了之後 沒有那麼痛 第一次治療了 就沒有那麼痛 第二次 一路做了整個 一個星期後 告訴我 我已經可以睡覺了 我開始已經有信心了 自己 能夠令到我晚上可以睡覺 醫治我的醫生 就已經很好 我就需要減除我晚上的痛楚 我睡覺 那時候我剛去的時候 就是我的體重 可以告訴你 我整個導遊 68斤 沒有人相信 皮黃骨瘦 那現在 我最肥的時候是 130斤 現在應該就是 101斤 經過了半年的每日治療 亞國的病情180度好轉 潰爛的左腳開始埋口 兩年後的今天 亞國的左腳 雖然還殘亂五年環質帶來的傷痕 不過 他現在不單止可以沉迴工作 家庭、健康 而最重要的 就是他可以重拾 一份迷惘了的自信心 自信心好很多 跟以前叫做天淵之別 以前就是 曾經有過一絲的信念 就是想去什麼 就是不想在這個人世 就是有過這個信念 自從現在好回來 就已經沒有了這些信念 就拼命地把自己過去的損失 就找回來 拼命找回錢 那我今天就 好腳 找到錢 搞回整間屋 買電器 那時候 我家裡就加坪了 一件東西都沒有 只有十四吋彩電 只有這麼多 現在就好 找到錢 就什麼都搞定 亞國的奇蹟康復 一方面有賴烏醫生的悉心治療 另一方面 存在一部電子儀器 中國經樂口診療移 這部儀器 是經樂口診療法的專用機器 每部診療移都有兩種作用 首先是探測作用 診療移 裝有變左點探測裝置 只要探測到人體上有病經口 儀器就會用聲和光顯示 許女士第一次診症 十多年頸痛 她的主數是頸痛 所以我現在先替她探測頸椎 這一點特別痛 你除了頸痛之外 腰椎也有些問題 當然有些腰骨痛 腰痛 內分泌也有些問題 對嗎 知道嗎 不知道 與熱診治 遠遠流長 中醫學保鑑內經中說明 耳者 中脈之所罪也 近幾十年的臨床經驗反映 耳穴治療的疾病 多達二百多種 涉及不同科目 所以要探測身體的病經口所在 選擇耳朵作為依據 是最清楚和最容易找到的 看耳朵是一個很古老的療法 已經有兩千多年了 以前對耳朵的穴位 就是比較少的 現在跟著很多我們的同行 前輩的研究 這個耳穴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定的深度 而且它不是單純的一種中醫的理論 還有加上現代醫學的知識在裡面 所以其實耳朵是一個 中西融合的一個診斷的一個依據 探測病原之外 第二個作用是醫療 透過診療宜的微電量 將病患者身上閉塞的病經口 重新腸通 從而達到通經絡 調戲血的治病目的 現在做了經絡的理療 就覺得這裡沒有那麼痛 舒服了一點 在做經絡治療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在做的時候 就好像有人在這裡按摩 大痛不痛 不痛的 因為很舒服 又好像按摩 能夠救活病人 相信是每位醫者的心願 今時今日的烏醫生 治癒的病人不下萬人 不過這個數目 距離他的目標仍然很遠 因為要令到更多病人受惠 但憑他個人的有限力量 是絕對不足夠的 所以他現在開班辦學 希望令更多正在受苦的病人 脫離苦困 我辦學的目的是 很想把這個經絡口 診療法能夠推廣 為更多的專業人士去掌握 以及造福更多有病的病人的需要 每個醫者 除了要有醫德之外 一火熱誠的心都是必須的 烏醫生的崇高醫學理念 相信必定能夠發揚光大 同樣擁有崇高的醫德 同樣擁有熱誠的心 這位醫生 將一種被人所忽略的兒童病症 徹底醫治 下一節繼續尋找隱世衣術 當大人見到小孩 擠眉龍眼 抽鼻嘟嘴 抽頸縮薄的時候 好多人都以為這些是小孩活潑 或者想引起大人的注意 但是原來這些小動作 很有可能會發展成一種 叫小孩抽搐胃乳綜合症的惡疾 病情發展到嚴重的時候 更會影響兒童的學習和心理健康 更令人憂慮的 據說其中一半的患者 很有可能會發展成目前 迎令很多家長和西醫都束手無策的 兒童多動症 當很多家長感到求助無門的時候 一位曾經在美國集醫的西醫 帶我們引見了山東一名兒科專家 他採用古代一種叫一貫煎的療法 幾年前成為了全國這類病者的新希望 是這間位於山東濟南的中山中醫大學的附屬門診 平日門庭冷落 但是每到星期六日 即是兒科專家不可因助診的日子 全國各地就有不少家長 帶著患有抽搐胃乳綜合症的小孩 遠度而來 而小孩大都是內向和焦躁不安的獨生子女 黃小魚 症狀用力眨眼 肚部肌肉抽動 喉嚨發出咳咳聲 黃太太 你孩子得出什麼病 得的是小兒抽搐慧癒症 有什麼症狀呢 她這個症狀吧 就一開始的時候 就眼睛一眨一眨的 然後後來慢慢地呢 就從喉嚨裡面發出那種 呃呃那樣的聲音 然後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把你摟著她的肚子 你就會發現她的肚子就這樣一鼓一鼓的 後來我們就到醫院來看了 會不會影響她平時上課啊 平時生活啊 嗯 有影響 有影響 她一開始的時候 發現這個孩子膽子比較小 膽子比較小 後來慢慢地吧 就發現她比較焦躁 經常會暴躁不安 然後呢 慢慢地就是 你看她在上課的時候 同學都在上課的時候 她發出一種 呃呃呃 就這樣的聲音吧 可能會影響周圍的同學 然後那個 食慾不是很好 李海波 精臟喉嚨發出卡卡聲 抽動鼻子 嘟嘴不停搖頭 最近由於這個學習 這個緊張吧 考試緊張 再有感冒 特別是感冒 感冒時間挺長 還有那個春節的時候吧 看電視 看得比較疲勞了 結果又犯 又重新犯病 犯病以後她就是 但是不要頭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抽動鼻子 嘴 嘴 弄嘴 那個 另外呢 就是學習吧 就是一個字就下跤 由發現小孩出現各種 古怪聲音 動作 再到發現他們的學業急轉直下 這些憂心匆匆的父母 第一時間 都會向西醫求助 但是他們大多都會失望餘回 西醫是用一種什麼樣的辦法治呢 西醫就給他一種治那個精神分裂 治精神病的那種藥 就是抑制他的這種精神興奮 他覺得這是兒童多動症的一種 他說就給一種精神病的藥 要抑制他的這種興奮 然後就效果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是學生嘛 上課 就會覺得上課的時候 就經常打瞌睡 然後嘛 還會有一種什麼樣的表現呢 就是走路的時候就腿 因為吃藥有受抑制了吧 然後走路的時候就不能走 他經常有時候上學的時候 就給同學一顆糖 然後讓同學背著他回家 後來就覺得西醫的治法可能不行了 然後我們就求助於中醫 目前西醫還沒有針對性的 藥物進行治療 西醫也是採用了抗精神病的藥物進行治療 而這種治法呢 表面看對出動優秀 但要唱起詞 要種神詞 當然 這個醫院見諒的時候 或者是聽醫院的時候 所有的症狀 都會暴露出來 據不可因對這種綜合症 十幾年的臨床觀察 這種病的主要徵狀 是全身的肌肉不受控制的抽動 而最早大多呈現面部肌肉的抽動 例如用力斬眼 抽動鼻子 嘟嘴 吐口水或者不受控制感不停點頭 肌肉的失控可能會蔓延到身體而出現抽肚子 吸氣困難 縮膊頭 其中最影響小孩和其他人學習的症狀 是發展到因為喉嚨的肌肉抽動 而發出卡卡聲 甚至是一些罵人的胃乳 另外病情也可能會發展到四肢 而出現鬆肩踢腳的動作 病情進一步惡法的話 更加會出現四肢 頭部頸部身軀同時抖動 甚至惶恐 嚴重影響小孩的心理健康 如果病情進一步的發展 會出現一些止渣的動作 會經常把自己的舌頭要破了 把鞋要破了 會再用手指頭來 電擊身體的母乳部位 可以電擊水血了 很痛苦 但不能克制 如果細醫未能對症下藥 那這位中醫又可以怎樣辨證獅子呢 原來北大夫 才在古代中醫名著 逐名醫類案中找出病因 然後再從多本古代醫書中 歸納出一種 叫一罐煎的中藥煎調方法 來調理病者的內臟 吃了有十多富裕 效果很明顯 就一竿見影的那種效果 現在呢 就是經過這十多天的治療吧 吃飯很好了 吃飯能吃那麼一大碗 麵條吃得也快了 原來吃飯很慢 現在吃飯也快了 這個呢就是大便的 不是說吃吃飯就上廁所 這個症狀改善了 另外呢這個學習啊很明顯 精力也比原來集中了 那現在療效怎麼樣 還挺好的 吃了大約有三個月的藥吧 他那種 那樣發音就不厲害了 但是現在這個眼睛還是有一點眨 眼睛還是有一點眨 因為有時候給他說了很多 就是應該注意的 比如說不能吃肉啊 不能吃魚啊 不能打遊戲機啊 因為小孩本身他自製力 就比較差 他喜歡娛樂 喜歡吃好吃的東西 可能有的時候不太注意 當不注意的時候 可能會反覆一些 但如果要注意的話就好一些 這種在西方醫學界 稱為土雷視症候群的病 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據北教授說 患這種病的小孩 但都是因為肝氣受鬱結 形成腎虛肝鬱 所以他開的廚房一罐煎 都是含有杞子 沙心 墨冬 當歸 菊花 下枯草 生地等滋養肝腎的材料 要徹底傳遇 家長就要堅持一星期七日 即是大約起碼連續一百八十日 日日堅持煲藥 那小朋友又能不能夠 接受這些苦口良藥呢 小朋友 你喜歡吃中藥嗎 我不喜歡 但是我媽媽要讓我吃中藥 苦不苦啊 中藥苦 畢大夫的藥苦嗎 苦 那你還是得喝 是吧 不吃藥就好不了病 械堤時代 本來是人生中最快樂無憂的歲月 天真難慢的六七歲小孩 為何反而特別容易患上這種綜合症呢 據北教授的臨床研究 六七歲的兒童 正是要告別遊戲的階段 而進入讀小學的階段 可能一下子 不能夠適應嚴格而規矩的生活 加上 那些家長太著謹而來的學習 而加以訓斥或者打麻 間接就令到小孩心情受到抑壓 日久就形成乾氣旭結 而爆發出這種綜合症 原來根據北教授和家長的體驗 對症下藥都只能夠指標 家長對小孩做出適當的飲食 和生活習慣的護理和配合 現在是自本自法 那麼家長對孩子呢 如果孩子平時做錯了事情 後來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大人不要大聲地殉疾 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不要呵斥的 就是講明道理 再一個就是飲食 要清淡 要學清淡 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 盡量減少高蛋白質 大魚大肉 尤其牛羊肉 它能引起腐化 再一個就是孩子呢 盡量的少看電視 玩電腦 現在電視呢 武打片比較多 恐怖片比較多 看了以後 還會馬上彈小做夢 再就是電腦 電腦呢 就是說要有規律 時間上要給它控制一下 全球超過二十億人 是月形肝炎大菌者 香港就有六十萬人 染有這種病毒 平均十個香港人 就有一個是大菌者 而它就是其中一個 過去十幾年 它耗盡金錢時間 希望消除體內的病毒 還有一個韓國醫生 一波韓國獨有的藥草 令它徹底傳遇 韓國珍珠草 試驗階段成功消滅 二十八名月形肝炎病人體內的病毒 下一集 尋找韓國的隱世衣術